说五弟身体欠佳 如果有需要 我派飞机跟你接出来 什么意思 就让他 给你一条生路 你接出来 你别打了 你别再打死肺部了 但是杜文明会说的 我是有病 但是我能坚持住 那意思就是说 我作为军人 他那个时候是决心 就是说训了吗 我是军人 你船长 船成了船长能先走吗 这是个最基本的道德 他是个职业军人 他基本的一个准则 多有职业道德 对啊 Tatanic你看过没有 船长最后 你是要对这个船负责 你不能先走掉 哪个船长先 你要说立马就走了 军人都不是 而且他真是 就是差点自杀的 他是就说自杀意愿很强烈 当时拿这个 就被警察军逮掉之后 拿大石头砸了个洞 我看他那个杂那个地方 我觉得他 说他自杀 这个有点牵强 那玩意自杀不了 自杀吧 内心痛苦 不是要自杀 太痛苦了 他自杀自杀不了 一个时都能自杀 他要自杀 早自杀了 他是有手枪 太痛苦了 他实在想不明白 他为之奋斗了这么多年的 这么一个主义 他也是有主义的 对不对 然后我堂堂国军 对不对 怎么到了这种兵败如山的地步 是是是 他太痛苦了 况且他弟兄们 现在说的是弟兄们 几十万人 全是因为我的无能 对责任 他那个非军队军队的人 有这份责任 另外还有一点 作为一个这样的高官 他不知道 一旦被捕之后 他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他不知道 他也知道他在战犯 他不怕死 但是他怕受到更晚 另外一种 屈辱 对他不了解这个共产党政策 其实 但你说张林甫如果被捕 他会投降 绝不会投降 这就不会 投降不会 投降不会 但是他有所领悟倒是可能的 这个我当时还看到一个 曾经看到过一个材料 说是后来调查张林甫是怎么死的 说是在被俘之后 被我们的一个战士击毙的 又打死的 你觉得 我没看到这样的资料 我看到资料就是 公道 公道坛的山洞的时候 公道山洞的时候 由于当时我们的伤亡太大 伤亡太大 然后 就干脆就不顾一切了 就给你打死完事 万里 你机枪还有手的弹 你扔进去了 实际上那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这样 没有做的必要了 而且战前的我们向来是有这个政策 就是 尽可能 升服最高 军事长官 那当然 对啊 宣传上的反处 所以说这事出来以后 这个陈毅 中央还批评 这个事 陈毅还有一个主动承担责任的一个报告 这非常详细 这报告 当时怎么回事 当时是什么特务团的复材商 叫什么名字 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之下 打死的 我们怎么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 而且还没有把张领埔的尸首 扔在那个地方 最迅速转移的时候 还是那个大棺材部队还抬着他走 还是后葬张领埔 后葬 走的半路上 是天气太热了 就没办法 就给他葬在一个小村庄里面了 但是呢 还是很隆重的通知了国民党方面 我们给他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标记 立了一个什么牌子 然后 国民党军队派人把遗骸 移走了 移到南京去了 讲到 讲到三野 我记得我父亲那个时候 一直替数据抱不平 他就说十大元帅没平 就是说三野 其实你觉得是陈毅在打仗 还是树玉在打仗 树玉吧 这个 这个我们实在是不敢妄谈 陈毅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历史上 刘邓是一个词组 一个词组 陈毅是一个词组了 是吧 对 但是 他的史实是这样的 在真正做打决战的时候 陈毅是不在前线 陈毅是调到了中央局去工作了 但是 术玉是坚决不做司令员 所以说我们看的战史上 永远是 华东野战军带司令员 术玉 永远是带 大将 他是第一位 我想他为什么不能平元帅 这个 大家喜欢他吗 这是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分析资历 在红军的时期就有诚意 红军时期 凡是平元帅的 我看了一下 红军时期必须是军团长 是啥的 林彪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林彪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林彪是政委 彭诺还是三军团军团长 对不对 对啊 这论资排辈的 他是从红军开始 这不他不完全算解放 以平均衔 终究还有一个政治资历的问题 素玉跟林彪打仗的风格 有什么不同 太不一样了 素玉有一点超前意识 超前意识 超前意识 那种他前瞻性 敢于设想 所以说他常常跟毛东电报当中 有对峙 他否定毛东很多主意 那种艺术性 那种纵横的那种感觉 而他是打一步是看三步的 华海战役这个词 就是他提出来的 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提出华海战役这个词的时候 他才打几男呢 内战还不知道打得怎么样 那么艰苦 他就想到 几个以后 甚至一年以后怎么打 这就为什么人家说 他十大远塞 他没排上 战略家 但是林彪呢 他是一个精益计算的 那为 他说 他是用公式来 算得非常清楚的 他不掌握确切情报 他不计算周密 他心里没底的时候 他不打这张 所以说辽审战役出息的时候 他跟毛东吵了那么长时间 吵了几个月 就是算账 他就不然下 他说那我打不了 他先打长春再打 对他是逐步往前走 他说你让我绕过长春和沈阳去打锦州 这不行 我后勤怎么办 对不对 我这个 再说我打 一旦打了 打这个锦州的话 我两面作战 这边的时候 官位就是胡作义的 不对啊 我这边还有一个沈阳的威力皇集团 这边两面作战 我怎么打 现在的电影都这样描写 也就是说他们辽审一打完毛泽东 烟头脚底一擦缩 赶快马上入关 而林彪就是服从 是这样吗 还是当时这个是林彪的组 电影 这个电影 咱们是虚构的 电影就是电影 但这是毛泽东的 但是这样的 一开始毛泽东 让至少 像这样的战役 至少修整四个月 至少修整四个月 有的连队都打散了 对 他要重新组织兵员 重新配备干部 后勤装备弹药 他四个月 这是不为过的 至少一百天吧 咱们这么说 但是呢 由于那时候 负责役有跑的意向 负责役有从天津海口跑的意向 所以说催促他入关 毛泽东确实催促 几次催促入关 林彪老说 我没准备好 我现在不可能 最后干脆下死命了 你几月几亿 必须出动 是这 负责役他女儿 不也是咱的人吗 干脆 快来快来 我爸要跑了 呛呛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广气传奇 太太乐基金升级了 吃乐了 有个圈 新鲜 油闲 味鲜 健康品质 全面升级 我喜欢 健康美味 圈起来 掌握核心科技 创造超宝新纪元 好空调 蛤蜊造 这个在解放战争当中 这个国共两军对垒 他这个战争的残酷性 比如说比那个中国跟日本打的这个残酷性 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战争的残酷性没什么区别 它主要是武器和肉体的那种对撞 它同样是残酷 说这个中国人跟中国人打 往往也打不了什么很狠的仗 打两下或者投降了 或者就跑了 或者就怎么样了 这个解放战争的狠仗可是比比皆是 我们刚才说孟良谷不是一个血流成河的战役吗 第一我双方损失 相当大 相当大 而且打了个平手 我算了一下 双方的伤亡是一样的 几乎一样 不过如果纯粹从战争来讲的 两国之间 比方说我们德国跟苏联的这个战争的残酷性 要比我们的内战就更大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这里国民党军一投降以后 你被换了衣服就就帮中共党打了 这些 而德国人拿了苏联服务 跟苏联人拿了德国服务 另外一回事 那就另外一回事 能活着就不错了 你去说的是大的战 大战局的方式 我们说的残酷性 它表现在具体的战斗当中 当面战斗当面 那是一样的 那是一样的 那是一死我活的 几乎每一战都不是我们想象的 我们的影视 影视写的那样的 不可以去冲啊就上去了 不不不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处在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 就是好人生一打 坏人就 跑了 这个呢就是 就是战俘人心未定的时候 需要做宣传 第二个阶段呢 就会宣传对方也很厉害 宣传对方也很厉害呢 更证明 这一方的厉害 这个 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到第三个阶段呢 恐怕就会更多的就思考 整个战争的 残酷性 甚至荒谬性 因为战争虽然是很正当的 很必要 很伟大 但在另外一方面 after all 他也是有很荒谬的地方的 就是 就好像你现在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四五年就不能坐下来谈 建立另外一个政府模式呢 为什么要导致这么多人死亡呢 等等等等这些 是不是历史的规定 就一定是这样呢 这个阶段 我们基本上还是 我觉得战争啊 我们千万不能用今天的眼光 去分析 五十年前这场战争 该打不该打 我觉得这个 不是在一个理论层面上 是不是 我们现在怎么解释 中叶的 就是 那么那些 墓碑还算数不算数 那你不是那么解释 那么解释就解释不通了 现在通伤了 过去埋了地雷 现在又花很大的力气去排了一下 对 你没办法 那时候牺牲的人 又该怎么算呢 价值在哪里 还有一个朝铁战争 是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方式 或者暂时不能 但是总统